不加银亮才行 有个有个决斗就等着宋孙岁觉醒了 这孙岁怒挂人王盾 小松的觉醒比登天还难了 而且是个无脑出闪的 怎么办 我这么飘逸的位置 不过这边有个 离婚禅 说实话离婚禅把他打残 然后你看反贼敢不敢打他 敢不敢碰他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 所以呢 这个离婚禅到底是什么 有戒关于怕什么 手上有个A点两点三点的不就行了 还怕他 那这个选离婚禅的总归不会是好人了呀 诶 他有杀没有杀主公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好像反的挺多的 又打不过了 潮人肯定不敢翻了 潮人肯定不敢翻了 借刀杀人 打谁好呢 骗了个无懈 其实我自己是有刀的 潮人不帮忙 那岂不是潮人也是敌人 那好难打呀 真的呢 挂金龙刀砍个人 三个反了 三个反了 还有一个反 不知道是谁 那离婚禅是忠诚 只能打 只能打国泰了 然后留什么呢 其实不太想兵关于了 要不别兵了 傻孩子得留一张 如果曹人是忠 我就真的就兵接关于了 他是反随便他去砍身侧好了 砍死他 你把身侧砍死好了 尽管去砍他 哎呀 一个戒死马中 并不是 戒死马反 这个是真反 这个是真反 这个是假反 这个是真反 这个是乐主公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哎呀 孙色主 中跳反可多了 你就先忍着吧 我杀大桥没用的呀 他去流利曹人 曹人出个闪 我岂不是连一张手牌都不能留了 我一张手牌都不能留 多危险呢 这国态把曹人的家一头了 呵呵 那算了 我打关羽去 他指勒孙策的 这好评啊 只勒孙策 我们有机会的 他只要意识不到我的厉害 就光去勒孙策 我们就很有机会 但是反对真的是挺强的 除了这个曹人不能翻面之外 都挺强的 这张南蛮怎么这么怪怪的呀 这南蛮开得怪怪的 这南蛮能这么开吗 不能吧 这南蛮 至少司马仪跟大桥两个人 是有点吃不消的 他们两个人断杀的 你让司马仪怎么办吗 顺策没法送觉醒啊 司马仪空乐 关羽要么 关羽要么绝杀 要么奶回来 除非我自己有桃 我自己有桃可以这么打 我自己有桃的话呢 骗关羽去把孙策奶回去 其实也不错 这样他就少了两张牌 要奶一下 还要出一张杀 他等于一回合就废掉了 也算是一种打法 关键看我摸什么 假如我摸 我也就只能留一张套 横说都不舒服 我再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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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看急功摸什么 你知道吧 急功摸了个桃 觉得我也没地方拍啊 来孙策走起 不用怕的 我跟你说 这关羽说不定就想绝杀了 好 我们还有一张杀的机会 我想看打谁啊 我没逃 我才不敢这么打呢 有逃他不会死的 木马里肯定有闪的 打他也没意义 打吧 打曹仁 曹仁一张无懈 直接就回血了 不虚的 咱们有逃的 而且国泰 而且还有国泰呢 有国泰不义 真的不虚 如果他拼点回血 再出一张杀 那就是打得非常蠢了 就一点都不慌的 打大小他能流离国泰的 还是算了 如果这个 哎 这孙侧这么怂呢 哎 这 这 这关羽竟然 不 这关羽竟然不给他回血 好 干得好 有国 这可是有无国泰的 还绝杀 绝你妹的杀 有无国泰的 你还想绝杀 你是不是活在梦里啊 你不要过度信任 这个貂蝉 我跟你说 全场最像内的 就是离婚禅 好吧 当我没说 可能可能内奸也看不下去 反贼这么嚣张 蛮好的 耗了 耗了曹仁一张 狮子 还能耗司马仪一张牌 让孙侧出来没事 那让他出来呗 咱们流淘救主公就是 哎呀 这铁锁我挺虚的 闪 所以说给孙侧送觉醒还是一件非常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觉得非常开心 神乐 貂蝉 貂蝉 貂蝉一直杀司马的 特别像内 不过这也证明 貂蝉没有淘 这也证明 貂蝉没有淘 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的杀关羽吧 首先 关羽最脆皮 对吧 关羽最脆皮 他们非要去搞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 这个乐 我觉得大乔可能跑来乐我了 他跑来乐我 算是明智之举吧 估计这货也看出了我的厉害 万剑齐发 万剑齐发 容我三思啊 妈的给牌只能拆貂蝉 我靠 但我吃不消啊 我中一刀万剑我要死的 貂蝉你忍一忍好不好 拆了个男蛮 我不能再掉血了 再掉血我有可能要死的 我怎么知道这五国胎为什么不换 我靠 妈个蛋 这个孙策 lerin 怎么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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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好 所以 我死亡 蝉 还 没 啊 我 还有 调查你也别怪我 我死了 还是打不过他们 祖国需要我 真的 祖国很需要我 非常非常需要 坚守此地 不退 这就翻了 不过被他掏出个装备来 我还不可能出来的 主公啊 你自求多福吧 好吧 他可以拼点的时候 把 把那个 基本 好吧 其实关于不拼点是正确的 还有闪电 我靠 闪电好可怕 江东广袤之地 必大有作为 又是这场火杂 把关于木马翻掉 他敢给司马就 把木马翻掉 哎呀他好蠢啊 哎 这司马仪说 给我先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关于没有司马仪那么蠢呢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关于没有司马那么蠢呢 为什么这个关于的智商要高那么一点点呢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统计一下大家的智商啊 关于送孙策觉醒 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智商不到85 司马仪的智商比关于低 那 那司马仪的智商不到80 对吧 这两个人的智商已经鉴定完毕了 将军 这些都想给智商好不好 哇 但是 哇靠 这反贼疯了吧 两个桃放在木马里面 桃也不吃 这他妈疯瘫了才会这么打吧 但是闪电怎么办 我就想问 大乔帮我一乐 闪电怎么办 这些人家不喜欢吗 还给你吧 大乔聪明点把我乐了 闪电不就 那啥了吗 现在除非国泰能够拯救世界 把刀换了 砍死关于 闪电消失 但是大乔有牌啊 哎你 你不砍死关于 你这能砍中吗 你真的觉得 貂蝉一张闪都没有还吗 你就这么信这个貂蝉 貂蝉要还那么多牌 他凭什么没有还闪给曹人啊 你真要打吗 你就锁貂蝉呀 你锁貂蝉可以的呀 那怎么办 主公不是被劈死了 玩你妹啊 如果这曹人只有一张牌 那还好说 这怎么不完蛋了 他前面把朱雀雨晒拿了 打个铁锁连环 不就直接赢了吗 主公死了 无懈可击 不要让他们看出来 我有无懈可击 哎呀 点太慢了 不过没关系 这关羽干不了什么事了 爷就告诉你 这哪是你打错了 是国态打错了好吗 跟你有毛的关系 主公 主公 主公把牌给我吧 主公 可以可以可以 简易不要了 闪还是要留着的 不留这个闪回都被砍死了 怎么办 简易没有用了 两边 对吧 关羽死了我就打曹人 死里打 加一码要防一下曹人的 反对没有无懈的 反对就关羽两张牌 杀杀杀杀关羽 拆错了呀 哎 勒要拆的呀 妈的 你有九火杀 你先给我打决斗的 那可以 他有九火杀 拆司马懿没问题 有九火杀 两张拆直接拆大桥了 不是我说啥 有桃的只有可能有大桥 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司马懿 司马懿 一只断杀之犬 哪来的桃 桃圆一败 恩义常在 有老身在 如等尽可放弃 这有桃啊 国态真跳内了 他真是骚气 我靠 那司马懿吃桃 反馈两张 桃 桃 桃 哎不对啊 这司马懿不是应该吃桃吗 这真有桃 这桃也不知道哪来的 但这个乐 这闪电肯定是拆错了 没有必要拆闪电的 国态跳内了 哎呀 我真是服了 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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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吃 就少了个闪电 他们就开始排队送主了 是吧 但是孙子还是打错了呀 他两张拆 把司马懿拆光也可以啊 反正拆闪电肯定不对 在我的淫威之下 这局赢了 排序肯定有问题好吗 两张拆 你怎么能不拆司马懿 你拆闪电干什么 司马懿不是死人吗 竟然还有人说 孙子没打错 我这是服了 司马懿有个逃孙子 就没打错了 你两张拆 全拆司马懿 孙子不是没逃的吗 然后反贼开始坑内了 这反贼开始各种坑内 一言不合就开始坑内 还真是一杀一杀 那果太啊 既然你已经跳了内了 你也不要怪我无情了 这种局你也没机会了 不如早降 不如早降 我说这种反贼 就是跑来坑内的 大风阳西 石白昼 战尽天时地利 策 权杖中将军了 请 我跟你说 国太前面就是打错了 你们想想 国太自己是内奸 他锁一下貂蝉 貂蝉会不会闪 貂蝉是不是一定不会闪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国太想要一把把反贼打崩 收一大把牌 看牌再选择怎么打 那他可以把貂蝉的朱雀雨扇 撸过来 九杀远位的关羽 必中 对吧 其次他想打空场 是不是铁锁连环把貂蝉连进去 他九杀掉蝉 掉蝉一定不会闪 两种打法都可以的 他选了最蠢的那种打法 把四个反贼连进去 然后去九杀曹人 对吧 这是国太最大的事物 然后我们说孙策 孙策是要把 是要把司马懿往死里揍的 这种情况下 要么两拆拆远位的大桥 因为大桥最有可能有桃 要么把司马懿拆光 因为司马懿有可能有九 他选择把闪电拆了 闪电是挂在司马懿头上的 是不是孙策打错了 所以我分析没什么问题 顶多就是 逃在谁手里这件事情上 有点小问题 对吧 我不会骗你们 更不会强词夺理 我要是有 我要是有失误 我会给大家指出的 也会跟大家说的 神中国图 没有 没有进攻牌 不过算了 反贼的失误太多了 我就懒得跟你们复盘了 我一边打这一局 一边跟你们复盘 我太累了 好吧 咱们别逼逼上一局了 反贼失误 怎么就不讨论了 打的时候 不都跟你们提过了 曹操你已经凉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袁绍当年 要是重用郭图旁计 就没曹操什么事了 你以为你不细牌 我就不拆你了 拆的就是你 就你还想用技 跟大家开个玩笑 袁绍当年就是因为重用了郭图旁计 才死那么惨 就你还想用技 跟大家开个玩笑 我怎么知道张角是什么东西 反正我是不忍心拆它 成功获成最大影价 不准备射了 这么大优势 好吧 他真不射了 曹操忠 曹操忠那不是赢了吗 你问我曹操忠怎么办 曹操忠不是要赢了吗 还有什么怎么办呢 真的是曹操忠 我也没辙 中间只有一次可以拆其他人的 袁绍那几个儿子 真的就不提了 不过我跟你说 曹操是运气好 第一曹操比袁绍年轻几岁 不多 但是就几岁 但是你想想看 大人的话呢 那个年纪轻还是年 就是长几岁 就是三十一两岁 跟三十五六岁 可能差别不大 但是你的小孩呢 袁绍跟曹操打仗的时候 他几个孩子都已经 都已经很大了 对吧 都已经年纪二十了 有的还二十一二了 曹操除了个长子 除了个长子以外 其他的人年纪都还小 这我不急功了吧 这急功棋牌太可惜了 那拆后面的了 随便拆一张 手牌多留点 不撞人王盾 那个时候 所以说 一定程度上来说 没有这个 多子夺迪的 这个事情出现 长子死得早 次子 几个次子都年幼 是吧 哎呦 这个 这袁绍前面要设下去就好了 妈的 袁绍还是中兵的 死两个反贼 一点都不好打 我说曹昂要是没死的话 就一定可以继承曹操的一波的呀 你们想一想啊 打晚成的时候 曹昂死了 曹操没死 这证明什么 证明 至少证明曹昂不是个熊包吧 曹昂要是个熊包 不应该跟曹操一起 一起逃走了吗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很有道理 曹瑞是孙子好吧 你们不要闹 这局我挺尴尬的呀 讲道理应该是成功反 但是如果我随随便便放大 有可能要丢逃 就很气 又杀了 真的很气你知道吧 这没个距离 哎呀 有时候 还是应该刚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袁绍暂时没危险 丢逃就丢逃了 先把成功剁了 成功的威 成功的那个威胁最大 妈的这都不死啊 个小奸人 个小奸人 还是得给主攻留套 虽然连弩没用的 我又没杀 顺什么连弩 当然是顺成功打死他了 没顺到他的桃 我倒霉嘛 怎么办 但把他杀顺了也好 至少他不能出两刀了 如果我没顺成功 他还能出两刀 那就更麻烦了 哎呀别烦了 弃牌吧啊 没你什么事了 闭上眼睛 准备射击射击射击吧 肯定是胖头那间嘛 其实我跟你们说啊 曹芳到底差不差 不好说 真的 曹芳曹毛这两个人 那个时候的时代 已经归司马氏写了 史书也是他们写的 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个时候 整个卫王朝朝廷里 都是司马家的人 你说你一个皇帝 还能怎么办 你叫我赴天下人 就叫天下人赴我 我闲锋尽力一战 岂能不胜 哎 我不管 我就拆你 脸都被拆了 哈哈哈哈 脸都被拆了 再来一发 再来一发 曹操嘛 弓箭手 准备放箭 你为什么不先射闪 你为什么不先射闪 妈的 这袁绍 我真是高看你了 你为什么不先射闪 曹操 我知道你很委屈 游戏结束 给你个赞好吧 箭衣没有用了 前面我觉得箭衣有用 因为 因为曹操可以 因为曹操可以收曹璋的 现在的曹璋是死人了 就不需要曹操的箭衣了 就让他看死旁统就行了 没有啊 我拆的是连弩啊 哦 我是非了一张闪 有道理 也可能是我错怪主攻 那就打死旁统 赢了吧 还要赢烟盘 其实不需要回状态 这个我们总归赢了 因为我有 有我在主攻有血液的 主攻有血液的话 就是被压血了也无所谓 赶紧打我 赢 哎 曹操太可怜了 救一下吧 这样我也好 我也好 我也好 我也好去急攻 我也好急攻 省得拿了个桃 没事干 你要是个中吗 也算你本事大了 真的 你要是个中 跑去杀曹操 也算是本事大了 不死鸟 是吧 说实话 如果如果庞董真的是个中 全都去死吧 也是我们赢呀 来 曹操听客